凡我所给出的金钱,都必蒙福 返回我这里的金钱,必成倍增加 你们已经被给予了无限的资源,供你们在地球生命中使用 这些无限的资源包括,勤劳的美,能确认你内在神性的关系,尽你所能做到最好的自由,以及充裕的资金流 金钱的流动有时是你在你生命中最难看清的神的恩赐 你站在这股能量中间 这股能量可以用来让你的生活更舒适 然而很多时候,你接受这些资源的能力,被你的思想和你对接受的抗拒所限制 这种来自神圣之源,被称为金钱的能量 它与神的任何恩赐,比如爱和喜乐,都具有相同的内在属性 它是生命力的强大能量,你可以利用它,以便获得充裕现金流的祝福 让自己更容易获得金钱的一个简单方法是 在头脑中创造资源无限的想法 你的思想创造着你的现实 当你持有匮乏、缺少、我的生活中有短缺这类想法时 在你的世界里,这就表达为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你的需要 在你能为自己吸引到充裕水平的收入之前 转变你的思维是必要的 改变你意识的一种方法是使用肯定语 这里给你一句非常有力的肯定语 你每天都可以说这句肯定语 尤其是每次你刷卡、扫码付款或花现金的时候 即使只是花个几块钱 你也可以说这句话 这句肯定语是 凡我所给出的金钱都必蒙福 返回我这里的金钱必成倍增加 当你祝福一切 你的朋友、孩子、生活伴侣、工作等等 未在固有的良善就会增加 祝福带来能量的增加 所以,当你祝福你所花的钱时 你就增加了它带入到这个世界中的能量 你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你付出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当你给予祝福时 你就会得到祝福 当你出于对缺乏的恐惧而付出时 你会得到你所害它的东西 缺乏丰厚的收入 恐惧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它能把你、你最害怕的东西吸引到你这里 然而,爱和祝福包含着更多的力量 可以带给你被爱祝福的东西 记住,神是为你供给的源泉 永不短缺 这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灵性资源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许多人来到丰盛之海时 只带着一把茶池去盛放他们所要的 而他们本可以带去一支筒 甚至一辆油灌车 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扩展你的接收能力 并扩大你自己的容器 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 为你已经拥有的 和你将要得到的东西 做感恩和祝福的祷告 这些祷告将有助于提升你的意识 并将你带到一个意识层级 在那里你可以肯定你是一个拥有丰盛的生命 拥有丰足的资金流 和拥有时间繁华的人 上文提到的祝福你所给出的所有金钱 是另一种方式 神的丰盛无处不在 当你培养 实时事实感恩祝福的态度 并肯定万物富足的神圣真理时 你可以进入让你的所有需求 得到满足的意识流 所以 现在 开始去祝福你所拥有的 祝福你所爱的 让自己从更高的视角去看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记住你今天从大天使加百丽那里得来的信息 凡我所给出的金钱 都必蒙福 返回我这里的金钱 必成倍增加